关注养老的朋友一定对最近个人养老金这个词频繁出现感到好奇 而对于有些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个人养老金是什么金的朋友 我们接下来的视频为您解一下货 2022年4月21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 被网友称为第三金的个人养老金应运而生 意见指出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度 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实行完全积累 因此可以看出个人养老金不是简单的只一笔钱 而是一种个人账户 意见中明确参加人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 可以用缴纳的个人养老金在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 或者其依法合规委托的销售渠道购买金融产品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就像我们社保有专门的银行账户管理 个人养老金也是专属于支配个人养老款项的账户 哪些人可以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呢 国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可以申请 换句话说 需要先有基本养老保险才可以在个人养老金平台开户 开通账户后怎么缴费 账户里的钱如何运作呢 目前个人养老金每年缴纳的上限是一万两千元 账户里的钱可以购买监管部门通过的符合养老金规定的金融理财产品 这些理财产品类型包括银行理财 储蓄存款 商业养老保险 公募基金等 您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购买以及购买哪些 用钱的时候怎么领取呢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实行封闭运行 等到退休的时候 个人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 由此看来 个人养老金是为了解决亿万国民养老问题应运而生的 被网友称为五险第三金 虽然不够准确 但确实是值得为自己增添的又一份安全稳定的保障 人造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